今天聊国际呢 我们要来聊一场战役 就是通膨之战 其实在疫情发生到现在 我们不断在跟通膨作战 所以各国的央行也想方设法 希望可以把通膨的指数 这个CPI指数控制在两个百分点 但是到底有没有做到呢 其实现在通膨的下降的速度 是超乎预期 的确好像看似各地 其实在通膨的情况 都慢慢的缓解的状况之下 利率又该有怎么样的变化 以美国来说 目前它的通膨率 还是维持在3.1% 利率是维持在22年的高点不变 预计在2024年 有机会降息三次 但是在欧盟的部分 目前还是维持在2.4%的通膨率 而且它的存款利率 是连两度维持4个百分点 但是到了2024年 有没有机会降息 目前还是不排除 有2024年会降 吸1.5%的可能性 再来看到英国 英国的通膨一向都是非常惊人 现在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一点 还是有4.6个百分点 目前主要的利率 维持在5.25% 到底要不要调降利率呢 目前看起来的话 好像还言之过早 因为通膨还是明显偏高 一般来讲 我们就把通膨的这个关卡设定在2%的这个关卡 主要现在大家还是很担心说 如果这个利率维持高点太久的话 接下来对整个经济还有劳动力市场 基本上也都是并没有太乐观的情况 再来我们要来看到的 其实就是以欧洲的经济来说 过去我们会讲说欧洲偏南边的地方 好像经济表现上并没有太好 的确在2010到2012的时候 当时有这个欧债危机 还有到了2020年的时候 疫情重创 为什么疫情重创呢 主要就是因为COVID-19的关系 连带让整个欧洲的南部 观光业是比较差一点点的 而且很多的国家像希腊的 他们就是以这个观光为主要的收入 所以在疫情当中是获得了重创 受到了重创 但是其实现在观光客逐渐回流 他们的经济表现也开始慢慢增长 反倒是欧洲的北边 过去10年虽然表现不错 但最近也开始出现了翻转 主要有哪些因素 第一个是气候变迁 要力拼欧盟成为碳中和的第一大洲 但是与其说是气候变迁 倒不如是能源危机 因为很多地方像是德国 还有捷克 法国 德国等等 其实他们都受到了 所谓的气候转型 还有能源转型的一个重大挑战 还有就是人口结构的问题了 其实现在包括德国 意大利 波兰 在人口年轻人的少 这个数量都是明显偏少的状况 整个结构也是不断在翻转 再来就是美中对抗的状况之下呢 也让地缘政治变成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因为过去跟一些比较专制的国家 密切有贸易往来的 像是我们一再提到的德国 意大利等等 现在也都面临到了供应链的中断 还有经济暴富等威胁 所以说也因为这样子 让整个欧洲的南边跟北边的经济 出现了一个翻转 未来会怎么样变化 就要看2024年的经济表现 还有各国的政治来做决定了 不过回到台湾 台湾的经济状况如何呢 到底投资动能如何有增长的情况吗 一起来看这则报道 我现在也要确定你瑞士的包装资料 我才知道要安排什么航班 电话中跟客户确认订单 货运业者年底好忙 因为进出口商都赶在年底重一波 要让货出得去 尽管年底单量有增加 但业者在看Q3Q4的出口表现 还是没有预期中理想 原因可以归纳出三方向 因为市场经济还是没有到太大的起色 导致说他们的货物还是没法销售出去 所以会有造成一些积压 第二个层面就是最直观是战争的问题 在于之前有所谓恶务战争 现在也会有所谓以它战争的影响 对于我们来说 特别是往欧洲国家 他们的航线都需要去绕开而行 对于整体的供应链是比较辛苦 不管是从时辰上面 或者是价格层面都会有所提升 第三个会是码头工人的罢工 在欧美期间其实工人对于他们自己的薪资 是不太满意以外 对于整体的经济来讲 其实也是比较低迷 那他们就会去选择说所谓的去罢工 然后让一些船或者是飞机 他们东西没法去泄港 经济部公布的十月外销订单 年减百分之四点六 连十四黑 外销为主的台湾经济堪忧 国发会发布十月景气灯号 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是16分 比九月减一分 灯号转为蓝灯 财政部公布的十一月出口 三百七十四点七亿美元 年增百分之三点八 来到十六个月最佳 节庆相关 就像感恩节跟圣诞节 那这些期间其实就是 一定有固定的客户 他们都需要去 有些活动都需要去进行 所以这方面是稍微会有些回升 但如果说从市场经济来讲的话 我并不觉得有特别的一个好转 然而国内民间投资都能减缓 主级总数在十月底将第三季经济成长率下修到百分之二点三二 如果第四季维持估计值不变 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为百分之一点五五 下修到百分之一点五边缘 看起来就是说今年要达到一点四二 其实还蛮挑战的 也就是说大概第四季的商品 还有服务的出口要将近六% 那才有一点四二% 但是话又说回来 如果说今年基本上达不到一点四二%的话 那明年保三是更没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明年的经济成长率 是相对于今年比较低的一个机器 所以说现在看起来一般的国内外的预测机构 都预测台湾明年的保三应该是没问题 民间投资冷收收 经济部投资台湾事务所寄出的 投资台湾三大方案 包括台商回台 跟留台湾中小企业 统计到十二月初 有1432家厂商通过资格审查 投资金额台币2.16兆元 我们这个是有提供这个融资优惠 所谓融资优惠就是辅助违办手续费 然后我们还会提供特定的工业区 会有租金优惠 跟留台湾企业跟中小企业 它是包括服务业 那台商回台这一个 所谓台商回台其实是指在大陆的台商 六都的投资分析 件数最多前三名是台中市288件 台南市213件 桃园市209件 以金额来看最高的是桃园市 4044亿元 因为它是那个电子支析业 因为那个投资金额都很大 然后它带动的那个机会人数也很多 然后第二名都是台中市 然后第三名是高雄市 投资也是一个重要的拉台经济成长的一个引擎 那而且呢 现在当然是整个政府的方向 就是说除了这个继续这个巩固 这个出口引擎之外 那也希望就是说在 投资啊消费啊 这种内需的引擎能够活络起来 那所以说它现在这个方案 应该是一个针对比较中长期的 一个结构改革的方案 全球经济牵动国内投资发展 在高通膨的主旋律下 随着欧美央行升息循环告一段落 就等看明年能否拨云见日 TVB的新闻 李国正王浩宇台北采访报导 或许现在对中国到来说 他们也很希望经济可以拨云见日 因为现在以中国到来说 2024绝对是一个考验 以目前世界银行的报告来说 明年中国大陆的经济 依旧是放缓 以年成长率来说 在2023年是5.2% 到了2024跟2025年 基本上呢 也都在4.3或是4.5 这样子的百分点来进行预估 而且主要还是消费者信心不振的影响 第一个还是跟房地产 大家还记得今年的碧桂园 还有恒大集团也都出现了破产情况 或是资金跳票的状况 房地产依旧是疲软 再加上全球大陆 全球对中国大陆的出口需求 依旧是不太买单 还有高债务的水准摇摆不定 基本上也让整个经济前景的下行 的风险是明显偏大 需要广泛性的结构性改革 但是外商是怎么看中国大陆的经济呢 以中国英国商会的年度情绪调查来看 有60%的英国企业认为说 经济放缓对营运的挑战 比严格的疫情风控更大 所以说也因为这样 他们推迟了一些新的投资 也降低了中国大陆在全球业务的重要性 甚至中国英国商会的主席就说了 以2024年来说 对中国大陆绝对是一个关键性的一年 否则中国的经济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意思就是在明年 必须好好的来进行调整 跟进行相关的作业 以及更多的作为来积极推动经济 但是以现在台湾来说 这个致命的网红阿蒂 他过去的影片 鼓励大家投票影片 现在疑似遭到篡改 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抉择时刻 是我们可以投票选出 未来台湾总统的日子 知名YouTuber串联提醒大选 要回家投票 这支2019年呼吁返乡投票的影片 被拿来造假 仔细看就能看出猫腻 2024年1月13号 是台湾总统大选的日子 2020年1月11号 是台湾总统大选的日子 阿蒂底下口述日期被篡改 声音听起来也不同 影片左上角被押上 唯一选择挺壳logo 网友就指柯粉做的 网络世界你知道 就是说到底是谁做 有时候也不晓得 所以我都觉得这样 谁做的谁负责 梗图做一个 也要注意那个水准 是柯粉还是被反串 不得而知 不过青年往往大选 投票率不高 2024民主返乡列车 持续启动 喂 十点嘛 我先去超商你的车票 放心啦 不会迟到的 针对20到35岁青年 名团再次串联 各大专校学生会 最少捐113块 就能获得返乡车票 我们预计的启动金额 是60万元 也就是说 只要达到60万元 我们所有30多条的路线 就一定会发出 不过相比2020年 最终募得280多万元 开出78条路线 协助3000多位青年 这次活动已经进行一半 目前只有58万多 开30条路线 相较两次总统大选差很大 因为2020年的状况 是来自社会非常多 不同领域的 不论是年轻人或者是长辈 都愿意来捐款 要催出青年投票率 就看三位总统候选人 如何拔选情炒热 TVBS新闻交汉文 刘宇俊 杨沛宇 李宗泽 台北采访报道 TV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 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